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战国著名的大名,三好长庆 三好长庆掌握了日本京畿地区 但是足立一辉和西川情园不甘心失败 在公元1558年,他们再度发兵上落 与三好家的家臣三好长裔在京都的陆谷交锋 三好长庆命令送入常赖三好长裔 率领15000的士兵布阵于吉祥寺、梅小路、七条千成寺、六条中堂寺等地 双方的军队在白川口展开了会战 双方都是死伤无数,不分胜负 那三好长庆就向他的弟弟们请求援助 三好一闲,安摘东康,石河一存 就与三好长庆会施于尼奇 这样形势上就偏向于三好家的一方 那六角家的六角一贤就赶来劝解 双方面又再次弹劾 三好长庆将将将军足立一辉迎回到了京都 在这之后,三好长庆专注于借听的发展 并向河内国和丹波国和大河国扩展他的势力 河内守护家的重臣安建执政和尤左信教 企图谋害他们的主军田山高正 田山高正就逃到了借听 那执政和信教就另立了田山高正的弟弟 田山昭高为傀儡的家主 三好长庆为了支持田山高正就发兵攻陷了安建执政的高屋城 将田山高正迎回到了田山家 可没想到田山高正拿回了家主位置之后 反而和安建执政联合起来对抗三好长庆 三好长庆大怒 派他的弟弟石和一存 领军攻打范盛和高屋两城 并且击破了来源的根来众 战后田山高正被流放 三好长庆完全的支配了河内一国 因为在这次作战中涉及到了根来众 我给大家讲一下根来众 根来众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相当于是一支雇佣军的部队 他们在日本战国史上很出名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根来众将火枪引入到了日本战国 三好长庆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作战中 是日本战国史里第一次出现了火枪 也叫铁炮在战场上的运用 当然在战国后来有很多著名的铁炮使用战力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直天信长 这是使用铁炮的刀手 铁炮流入日本是在公元1543年 当时一艘葡萄牙的商船 被台风带到了日本萨摩以南的种子岛 当时种子岛的岛主就看到葡萄牙的商人手上 拿着一根长约两尺而且很重的铁棍 棍子的前面有个洞 后面是封闭的 所以他非常好奇就询问这根铁棍做何用 与葡萄牙商人同行的 负责进行翻译的 是我们中国明朝历史上 在东南沿海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 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首领汪植 他就翻译给日本人听 说这是火枪 我们可以给你们演示一番 那自然 铁炮的威力 也就是火枪的威力 令日本人目瞪口呆 所以当时种子岛的岛主立刻就用重金 买下了两支火枪 作为传家宝 同时呢 他找到当地著名的工匠 叫八板清定 让他进行研究 看能不能将火枪仿制出来 但刚开始 数月的努力功亏一篑 公元1544年 葡萄牙的商船再次来到种子岛 八板清定 决定向这些人 学习制造火枪的技术 和火药的炼制技术 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的工匠 对于新的技术的那种痴迷程度 为了得到火枪的制造技术 八板清定 甚至牺牲了他的女儿 这才学得了制造火枪的秘诀 所以八板清定 也被后人称为 萨摩铁炮 断野之族 他仿道出了第一支 日本原装的火枪 当时的火枪不但射速慢 射成近 而且爆糖率也很高 但是在种子岛的岛主的支持下 火枪这个新式武器 得以在这个边陲小岛 批量生产 所以当时人们也把火枪 称之为种子岛 在这之后 种子岛的火枪又被带到了基一国 那么基一国的制造水平自然远远的高于种子岛 很快 基一国的第一支仿造火枪也诞生了 那么基一国的小苍庄领主 金田坚物 他的弟弟 跟来四子院的院主 金田明蒜 开始用火枪武装士兵 这样就有了著名的火枪雇佣军 根来仲 这就是根来仲的来历 那么在三好长庆 击败了根来仲 彻底支配了河内国的同时 他的重臣松永久秀 也击败了童景家 夺取了大河国 公元1560年 三好长庆将居城移至了范盛城 将借传城交给了长子三好一星 三好家进入了全盛期 鼎盛时期的三好家控制了禁忌 四国的山城国 大河国 伊赫国 河内国 河泉国 淡陆国 阿波国 赞旗国 射金国半国和基一国半国 近九国的领土 那这也是三好家的势力 达到最鼎盛的时候 公元1561年 三好长庆将宿敌西川情园 囚禁于射金的借川场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情人的盟友 六角一贤的不满 所以六角一贤就和田山高正结盟 一同对抗三好家 本来以三好家四兄弟的实力 对战六角一贤和田山高正的结盟 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惜老天爷已经不再眷顾 三好家四兄弟了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 三好四兄弟中最为年幼 也是最勇猛的四弟石河一存 在前往游马温泉的途中 不幸落马伤重不治而死 关于石河一存的死 有很多的传说 石河一存呢 是举世文明的猛将 有鬼石河之称 据说他在作战的时候 受点伤 只是草草的消毒一下 拿藤蔓一包扎就继续战斗 勇猛异常 那么有一种说法 说石河一存的死 和三好长庆的重臣 松永九秀有很大的关系 说石河一存在温泉疗养 当时松永九秀前来探望他 看见他骑了一匹尾毛马 就劝说石河一存 说这匹马 他的毛色不吉利 如果你骑着他的话 恐怕会有神伐厄运降临 这个说法呢 很类似于我们三国演技中 迪鲁马的故事 那石河一存并没有把 松永九秀的话放在心上 他骑着这匹马 就前往游马的温泉 结果途中骆马身亡 那松永九秀在这个故事中 扮演了一个预言家的角色 再加上石河一存 和松永九秀一直并不是很和睦 很多人就怀疑 是松永九秀下的毒手 但这个说法只是传言 没有任何确切的历史证据 那么另外也有史料里记载 说石河一存实际上他的死因 是因为在战场上的旧伤 发作而引起的破伤风而死 但是不管石河一存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而离开了人世 他的死都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事件 石河一存是三好长径手下 和全国的控制者 他的死就意味着和全的暗和填城 处于了真空状态 这就给了发兵进攻三好长庆的 六甲一贤 田山高正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们包围了暗和填城 三好家再度面临了危机 三好长庆就命令他的儿子 三好一星和松永九秀 分别出兵 去夹击位于京东府郡 地藏山城的六甲大军 那么松永九秀的部队 开始尝试突破六甲军的阵地 六甲一贤也是战国的名将 他手下有一批 善用弓箭的族青 从高处射击 给予了松永部队 极大的杀伤和震撼 震惊之下 松永九秀就下令撤退 这场战役 三好家唯一的收获 就是刚刚接替了 西川家家主位置的西川晴之 不幸阵亡了 那么这边 松永的部队和六甲家的部队 打得难分难解 另一方面 三好长庆命令他的二弟 三好一贤 率领大军出发去救援 暗和填城 双方就在九米田 展开了一场核战 而在这次核战中 田山高正 再次得到了 技一跟来众的协助 九米田核战 也是三好四兄弟的厄运 因为三好一贤 战死在这场核战中 而这场核战呢 也有非常强烈的迷信色彩 因为九米田核战 发生的地点 是九米田寺 这是圣武天皇 发愿 由行吉菩萨 担任首任主持的寺院 当时都造修建此寺的 是菊之兄 因此 朱兄公的墓所也在山上 他的墓地也在山上 三好军在此山列镇 就挖塌了菊之兄的墓穴 取出了一只访唐风格的石柜 墓所的遗迹被用来作为布置沙发的不敬之所 这是非常不吉利的 而且在这个石柜上 刻有说 菊之兄公 长眠于此 经过这里的人 不要惊扰等等的话 三好一贤 在得知这个事情以后 心中非常的不安 当时还写了 和歌一首 意思呢 说 双将寒冻草枯黄 朝临曙光身灭尽 夜路恶行 因果报 在所难逃 所以他心里呢 已经相信了因果报应的这个说法 就说这首和歌 传到三地 安摘东康的耳朵里 安摘东康 还专门写了一首和歌 来劝解他的兄长 安摘东康写的和歌说的是 因果相寻如伦万 远寂飘渺五藏元 实际是在劝慰他哥哥 不要过分的迷信 九米田核战开打 田山高正 自己心里明白 他所带领的部队 一大半都是非正规的雇佣军 正面交战 肯定不是三好一贤的对手 所以田山高正 就将全军一分为二 他在惠布山 埋伏了一半的人马 剩下的 出阵在鹅园进行挑战 三好一贤 在九米田山 向下观察 说正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所以命令吹响了法罗号 全军的士气振奋 一贤就率领麾下的六仙旗 作为仙阵 向鹅园出发 与田川高正的先锋 进行激战 一贤的部队 争先的突进 田山部队的攻势被遏制 向后稍稍的退却 三好一贤这个时候认为 自己一定可以获胜 所以命令追击 高正的部队 而这个时候 高正预先埋伏在 惠木山的 跟来众全军出动 向三好军发动了铁炮攻击 一时之间淡如雨下 一贤所部的先锋 藤原佐吉等人 被攻击进退不得 陷入混乱 而田山高正手下 有一个勇猛的武士 叫三木内将 他率先突入了三好军 最后有跟来的全职和尚 以及其他几位 武艺超群的武士 相继突入了三好一贤的军中 一贤军在一度占优的情况下 面临崩溃 三好一贤坐在阵地中 有两三株松树的地方的折腾上 一手扶腰 因为这个时候 他腰部已经中弹了 一手举旗 大喊诸军击反战场 继续作战 石修在此 石修是三好一贤 另外一个名字 也叫三好石修 那么在三好一贤的激励下 除了少数阵亡的以外 溃逃的视频中 有七八成都回到战场 共同抵御田山军的猛攻 三好一贤毫无距异 仅在妖物的伤口上 吐了两口吐蜂 独自进行了相关的急救处理 这样双方再次形成了胶折状态 短兵相接 战况极为惨烈 尸骸遍地 双方的部队都有半数以上的人被杀 那混战之中 更来的僧兵 往来又惊 手拿着三尺一寸的长刀 砍向了三好一贤 三好一贤 一见对方持刀砍来 就用随身佩戴的佩刀 光中将敌人的兵刃拨开 两个人就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虽然左京 他的身上被三好一贤砍伤数处 但都不是致命伤 而三好一贤呢 因为之前受了枪伤 体力不支 最终 被往来左京给砍倒了 首级被左京割取 主帅一死 三好军当即就溃败了 有些逃入暗和田城 有些逃到附近的山野里去了 在这场激战中 三好一贤的小姓 就他的随从也参加了战斗 当看到一贤战死以后 没有一个人逃跑 纷纷的以身殉竹 自十四五岁到十八岁的小姓 一共是十一人 全部都在一贤的实体前 脱掉了铠甲切腹 三好一贤是铁炮传入日本以后 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 被铁炮击伤的武将 他战死的时候 年仅三十六岁 据史料记载 在这场核战中 三好方的动员兵数 是在七千到两万之间 而田山军呢 大约是一万到三万之间 三好一贤的死 对于三好长庆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作为三好长庆的二弟 三好一贤一直被长庆 视为左宝右臂 自长庆起兵以来 以前一直都是长庆 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帮助者 三好长庆 既他最小的弟弟 也是猛将 十何一存 死去之后 这么快的时间 他又失去了第二个 重要的支持者和好兄弟 这对三好长庆的打击是很大的 那么作战胜利的田山高正 就杀到了范盛山城下 三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机 三好长庆立刻下令 手下的各大名 紧急的向范盛山城靠近秦王 同时死死的顶住了田山家的两次攻击 田山高正这个时候也是有苦难言 因为他手里的兵力不足以攻陷城池 所以他再三的催促六角家的部队 尽快的向范盛山城进军 不幸的是 田山高正没有等到六角一弦的时候 三好家的援军赶到了 田山高正被迫解围 这样三好长庆就与援军会合出城 双方面在河内的教兴寺 又展开了教兴寺河战 那么教兴寺河战的战况如何 一在教兴寺河战之后 连续失去两个弟弟的三好长庆 还有他所率领的三好家 是怎么走向衰落的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